請主委 請主委 主委午安 主委 今天本期還是一樣要問你 剛剛管碧琳委員已經先問到了 為什麼這個報告 大標題的部分跟蘇主委一模一樣 剛才也跟這個官員解釋了 因為業務報告是按照施政計畫的格式去寫的 那為什麼其他的部會沒有按照施政計畫來寫 他們犯錯了 該處罰 我並不曉得其他部會的編制方式 其他部會都是這樣 只有NCC是要抄啊 行政院院長啊 這施政報告也不一樣啊 為什麼只有你要按照蘇主委的標題 一字不漏的抄為什麼 這就是施政的延續性 那所以行政院院長沒有按照施政的延續性 其他部會都沒有按照施政的延續性 就只有你一個人按照施政的延續性 但我知道他們會是怎麼編的 是這樣嗎 為什麼別人沒有 為什麼只有你有 我不曉得他們怎麼編的 為什麼行政院長為什麼沒有 只有你一個人有 他們犯錯還是你錯 是行政院長錯還是你錯 我不知道行政院怎麼編的 那我現在告訴你了嘛 行政院院長沒有按照跟你不一樣啊 只有你啊 像文超公一樣啊 一字不漏的標題都抄啊 委員如果仔細看內容是不一樣的 我當然有內容我有看嘛 是 但我現在沒有跟你討論內容 你不要跟我扯內容嘛 是 為什麼 為什麼對交通委員會 再跟委員報告一次 是因為我們按照施政計畫的項目編 對那為什麼別人不按照施政計畫 總是有人搞錯了嘛 是你搞錯還是行政院成中院長搞錯了 那我很清楚的告訴委員 本會是按照施政計畫項目編的 主委 是 你要不要不領薪水 等到你明年重新變的時候你再領薪水 呃 目前本人或是人事行政總處都沒有類似的計畫 也沒有這方面的說明 對那為什麼你 連一點點 把你當了主委之後 你到底對NCC的業務 你有什麼發展方向 你有什麼新的作為 你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你不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意志 很誠懇的 跟立法院的交通委員會 來做報告為什麼 本會是個獨立機關 所以它是個行政機關 因此延續的施政計畫 可以用抄的就好了 不需要自己 因此延續的施政計畫應該繼續去推動 所以你沒有想法就對了 不 本會也是個合議制機關 目前新的變動 也按合議制的決議寫在報告裡面 那經管會 合議機關為什麼經管會可以不用這樣子 那每一個機關的話 不同編制報告的方式 所以我並不知道 那為什麼你就要抄馬 本席上一次就真的你的報告跟你講了 你這個禮拜來還是一樣子 為什麼不在立法院尊重 為什麼要用抄的 為什麼要用抄的 並沒有抄 為什麼沒有抄 因為我一樣不叫抄 不然叫什麼 叫模仿 叫學習 本民標題為什麼都要抄 我沒有跟你討論內容 你不要轉移話題 你的習慣風格都是一樣 你驕傲的心態都沒有改變 我就問你標題 你就要跟我扯內容 上個禮拜我問你 你也是一樣問不對題 這個叫尊重 本席要教會你尊重立法院 我已經學會了 你沒有學會 我今天解釋 我問你標題 你還是跟我扯內容 我回答委員標題什麼編的 你大可跟本席講 如果委員覺得這樣不妥 我們NCC來改 你跟本席在變什麼 你抄就是抄 抄沒有第二種方法 你抄 你的標題抄就是抄 我沒有跟你講內容 我當然知道內容不一樣 要不要改變 要不要改進 本會如果改施政計畫的話 標題就會改了 所以你還是不願意改就對了 今年施政計畫沒改 所以標題沒有改 那別人可以 為什麼要改 他們的施政重點可能改變了 行政院長施政重點改變了 各部會都改 最只有你通常沒有改 你都一模一樣 會的部分呢 延續同一個獨立機關 原來已經訂定的施政計畫 繼續推動 主委 你實在是很可惡啦 你實在很會狡辯 不敢 你實在很驕傲啦 標題抄一樣 都連稍微有一點點創意都沒有 你當什麼主委 你至少當一個主委 你有你的想法 要誠懇的跟立法院報告嘛 你的想法跟蘇主委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一樣 每一個部長 包括陳聰院長 哪怕陳聰院長 上一個會期的施政報告 跟這個會期的施政報告 都有不一樣的地方 為什麼 他要因應時局的變化 因應客觀環境的調整 或者他有新的創意 新的想法 他都會不一樣 就只有你一個NCC 標題完全照抄 一字不漏 立法院質疑你 你大言不慘 還敢在這個地方狡辯 主委 我沒有見過一個中華民國的政府官員 像你如此傲慢 如此驕傲的啦 超已經是很荒謬的事情了 承認錯誤有那麼困難嗎 承認不對有那麼困難嗎 你口才很好我知道啦 你口才很好我知道啦 剛剛每一個委員上來我都很認真在聽啦 謝謝 人家問東你就答西啦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不是 剛剛管閉臨委員問你 那些特殊的號碼 要不要免費 你答覆是什麼 每一個號碼呢 我們在撥給業者的時候 是告訴他用途 以及撥給這個號碼 不是說你個人支持嘛 但是你要找業者來協調嘛 大家聽懂了嘛 是 你就一定要把他講得很模糊 我們說我們該做的事情 你沒有說你該做的事情啦 你上台就是在打迷糊戰啦 你上台就是不尊重立法院啦 你的態度就是如此啦 向來尊重立法院 你從來不尊重立法院 包括你現在回答這句話 你都不尊重立法院 你什麼時候尊重過立法院 報告上一次文不對題 這一次標題照抄 你什麼時候尊重立法院 有一個部長是這樣嗎 你可以去部長 大家你們有行政院開會 你們平常市場會遇到 有人像你一樣嗎 有人跟你一樣這樣子搞的嗎 沒有人這樣搞吧 我再問你 2013年 大戶100妹 你剛剛說交通部的業務 那你負責什麼 本會監管的是電信業者 他應該受管制的項目 所以100妹有沒有到戶跟你無關就對了 現在在行政院的數位匯流發展方案裡面寫得很清楚 跟你有沒有關係啊 跟你有沒有關係嘛 你看你又不針對 你總會有關的部分是業者的業務 有沒有關係 業者的業務部分跟我們有關 跟你關係 你在一個政策裡面你NCC負責什麼 我們在監督業者 對達到 你負責什麼嘛 我們直接對外的部分是監督業者每一個資費應該提報的 還有說他的服務的 一百妹到戶 你不要再跟我 你每次都扯那麼遠 我真的很受不了 一百妹到戶你負責什麼 這一個政策 馬總統講的這個政治承諾 你NCC負責什麼 我們獨島業者達成 你負責什麼 你獨島業者達成 所以萬一達不成 NCC有沒有什麼責任 委員如果看得很清楚的話 在方案裡面寫得很清楚 是交通部主政 對啦我當然知道 你負責什麼嘛 我剛才也跟委員報告了 我就跟你講 你就不誠懇的回答 我問你負責什麼 你跟我扯交通部是什麼 幹什麼 你當交通部部長 我問你負責什麼 你負責什麼 如果今天這個答不成 你負責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就是獨島業者 對嘛 我現在跟你講說 如果他答不到 你要負責什麼 你負責什麼 業者違法的話 我們可以處罰 業者沒有違法的話 業者達不成 你馬總統 跟你提名的啦 跟你提名的馬總統 做了一個政治承諾 如果他沒有達到 你負擔什麼 憲政程序上 本人不是馬總統提名的 很轉 不是 告訴委員一個事實而已 我就問你 你負責什麼 監督電信業者 如果答不到 你負責什麼 屁都不用負責 荒謬 整天都在刷嘴皮子 所有的人都在現場 你每一個問題都不回答 你負責什麼 如果答不到 你負責什麼 你負責什麼 笑 笑什麼 有什麼好笑的 中華民國支持 大什麼官員 立法院是你細皮笑你的地方嗎 不是 為什麼不回答 委員給我時間我就回答 我問你 一百次了 你負責什麼 我剛才說了 什麼 你負責什麼 我們獨島業者要落實這些政策目標 如果做不到你負責什麼 做不到有很多原因 如果是業者違法 我們就會處罰業者 沒有 沒關係啦 沒關係 你很厲害啦 你口才很好 OK 你口才很好 OK 你就繼續這樣子 你都不要回答 沒有關係 只要我質詢 你就都不要回答 你就用這種態度沒有關係 謝謝委員指導